我是好久的Mathiel 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就是信願名的高層A單位 這個單位的設計就是三房兩次和一個大露台 它的特點就是這個廳所佔的比例比其他單位比較大 看上去就比較奢華 接著我們介紹給大家這個露露台 當你兩個人坐在這裡可以悠閒喝下午茶 現在就是右手邊 這個是主人房 它的設計就是以暗色系的設計風格 這個主人房有圖房 再過來這邊 這邊就有個小朋友房 它的設計風格比較可愛和實用性比較高 最後就介紹這個書房 它的特點就比較大 當你老婆吵架的時候 還有一個地方讓你睡一睡 這個單位只需要一百萬的首富 就可以擁有了 記得打電話給我 這個單位就是一座25樓C單位 有794呎 我們過來看看 這裡就做了一個開放式廚房的設計 其實空間感度很大 我們過來看看 這裡就是小朋友房 有一個書桌 還有其實做了很多收納櫃 收納空間 還有全屋有窗 這裡就是書房 這裡就是一個廚房 還有一個廚門式的設計 你看 坐下來的精神 我們再過來看看廳 廳外面 這裡就是一個酒馬式的露台設計 整個酒馬露台 大概兩百多呎 我們可以看看什麼叫酒馬露台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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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住人房是通的 住人房這裡出來 再走過來這裡 哇 你看這裡還可以燒烤 主人房還可以出到酒馬露台 還有可以看看 住人房可以三邊落床 剛剛都跟你們說過 全屋有窗 你看廁所 這張窗多大 我今天會介紹的單位 就是順遇名門 全澳門都沒有見過這種單位 首先它是鳳凰樓層 一層一房 還有這個單位是三千四百多呎 再加一個 裡面有一個1200呎的平台 加起來就是三千多呎 你可以看看 現在它的設計 就是三間主人房 加一間工人房 我們先看這間住人房 看看裡面 看看怎樣 這間主人房 它是做了一個雙衣帽間的設計 你看到其實兩邊衣帽間 空間是夠了 再加上主人房 原先那個房的Size都有 它用了窗台位置 做了一些書桌性 都有齊了 看看廁所 廁所這個主人房有窗的 很少現在的新樓 是可以做到廁所會有窗 就會比較乾爽一點 我們再看看後面的兩間主人房 剛好才經過廁 你先看看廁 這個廁的設計 就是做到飯客廁分明 另外 會後面有個小窗 做到前後對流 這個窗 可以看後面的兩間主人房 這邊經過一個客廁 可以看看廚房 廚房其實比一般的廚房 會大很多 這個正是等於別人的住人房的Size 這麼大的廚房 這間主人房 就是走小路底的感覺 會看到它有套廁 還有現在你剛剛才眼見的 所有的傢俬、裝修 到時候收樓都是整套給你 今次最大的特色 就是這間主人房 這間主人房 會配送一間160呎平台 這個單位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再多一個1000呎平台 是給你整家人用的 這個差不多有1000呎平台 在澳門所有的新樓也好 舊樓也好 都沒有做到這個效果 而且它不是平層單位的平台 也不是訂樓 是一個私人的鳳凰樓層平台 到時可以約朋友來燒烤 開派對 甚至是做一些水池 玩水等等都可以 現在看看整個單位 其實今天這個優惠 就是做200萬 即是給200萬就可以入住 首富只需要200萬 如果有興趣可以聯絡 還有它車位的話 最需要多加6萬 鬆一點就可以多個車位 最多可以拿三個車位 整個單位其實你計算 所有東西都不需要300萬 就有三個車位 我們可以看看走廊 它就是高層特色單位 就是唯一兩層 走廊會有窗 就是一梯涼火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單位 這個單位是707呎的 大家可以先看看廊 其實它雖然不是很大 但客廊分明 我們可以看看這邊 它還有兩間房 一間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其實擺放雙人床 還有裏面是一個超大的儲物櫃 其實空間非常足夠 還有裁方度都很OK 這邊向南 這間小房就夠了一個小朋友 或者一個成人住都可以的 所以其實你一家三後住這裡 是非常足夠的 這單位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有一個獨立的廚房 它的廚房外面還有一個露台 這間會所全身兩房 獨立廚房 還有露台的單位 其實已經少之又少了 它首期還要60萬 這單位只剩下一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盡快打給我一體了解